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一款包的设计的理由 然后告诉我一些 包包的历史 比如说有些款式可能是他们以前 1960年就有过的 然后这次是一些复古的设计 添加了一些元素 以前我特别选宿色 以前我的衣服基本上就是 现在我试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